我個人認為會有蠻深遠的影響 甚至整個戰略的這個思考 可能都會因為這個事件而做一些改變 那當然立刻做的就是停飛 停飛然後來調查這個事件發生的一個原因 那我想到這個事件發生的這個原因 可能也要差不多兩三個禮拜之後 才可以慢慢明朗化了 那可是現在就一些外電的這個報導來看 那顯然軍方也有某些這個瑕疵存在 從這個照片上分析這個黑鷹直升機的這個造型 就發現說台灣所採購的這批黑鷹直升機 好像沒有採購這個氣象雷達在上面 那我們知道台灣的這個天氣又是多雲多霧的這個地區 3D的那個亂流也特別多 那所以如果有氣象雷達的話 當然就可以事先偵測到前面不穩定的這種氣流 那使得這個直升機可以事先做一個防範 那如果沒有氣象雷達 那可能就不小心就衝到這個雲裡面 那可能就會發生像這一次這樣 那種不幸的這種事件 那如果說這個報導所講的是事實的話 那當初為什麼採購的時候 台灣的這種特殊地形特殊的氣候 為什麼你們沒有去考慮到這個問題 至於對於戰略上面的這個重新的這種改變 我們從這個事件裡面我們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總長的專機 是一個在軍事體系裡面第二號人物的專機 所以他的這個飛行員是有2000多小時以上的 這個飛行的這種資歷 他所有機械的這個檢查 飛行前的一些必要做的這種程序 也一定會很徹底的執行 那儘管在這種徹底的執行的情況之下 都還會發生這樣子的一種不幸的事件 那我們就不能不去思考另外 在假如現在發生戰爭了 你必須要在幾分鐘之內 這個飛機就必須要起飛 去應付一些突然的這種狀況 那這個駕駛員可能就沒有2000多小時的飛行資歷了 那這個飛行前的這種機械的檢查 可能也是在很匆忙的情況之下去做的 那這樣子那是不是這個黑鷹直升機發生的 這種事故的這種比例又會更高一點 那如果用這樣子的造價昂貴 然後出事率又這麼容易發生的 去應付一個戰爭的這種局面 是不是值得 那我認為在這個事件之後 恐怕這些首長也不太敢再做